没有 我建一张类图 class class diagram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哪些对象 子系统和包 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有经验了 他们两个我们猜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这个package就注意了 这个包 同样它可以来代表 我们的系统子系统分类 和文件夹结构 同时呢 它也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代替我们谁啊 是不是加了里面那个package 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包比较简单啊 这些特性也没什么好说的 什么operation啊 这个都不用 这些你不用去学 在他这里头 没有必要去定义他的这个方法 在包里面 他就是个文件夹 然后这儿class 这就是我们的类了 既然叫类图 最核心的当然离不开我们的类了 实际上我们下面所有的画的东西 都是为了我们来研究 类及类和类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就要研究清楚 类本身及类与类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类本身 它有什么样的方法和属性 比方说我定义一个类叫user user这个类 这是它的名称 这个类可以选一个stereotype 这些都是更具象的一个表现 这个大家理解就行了啊 那么 那么同时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最重要的 我们类是不是里面要有方法和属性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来建一个属性 当然你在这里建议可以 实际上你还可以在这双击 在这个工具里面 添加 这样就添加属性 这样就添加方法 这样就可以通过添加属性 比方给它起个名字叫user name 这个属性 好 那这个你看 我们在collection这个集合里面就多了一下了 看到就它 那么这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 属性是不是可以有类型啊 最前的我们也都学过了 我就给它定一个 比方定一个stream这个类型的 是不是可以有处置值啊 就自己去设置 比方默认值是sumbi 那么 现在 这样子我们就够了啊 这样子我们就够了 当然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更细节的 什么方法啊 什么的 这些我们先 先不管他 包括他的作用域啊 这些我们先不管他 你看他的一个目标作用域 我们先不管他 这些如果都要去管 我们就复杂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属性 我们建了一个 这是他的写法 我们先记着啊 同时呢 我们再 再去给他建一个方法 比方说叫添加用户 这样一个方法 the user 这是方法名 方法里面是不是要传餐 对不对 我们再添加参数 你看工具很不方便 一层一层的来掉 那么首先我们给他一个 user id 这个参数 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int的 再给他一个参数 user name 是什么类型的呢 是string的 这说一下 你直接敲也是一样的 再给他一个参数 user address 少打了一个 也是string类型 ok 那么参数添加了了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再添加什么呀 做一个函数而已 是不是应该有个返回值 对不对 返回值 很有意思啊 我们添加一个返回值 就叫一个随便起个名 这个返回值 无所谓 return value 那你说这不也是个参数吗 在这个地方啊 这点我要说一下 这仅限于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他把返回值也当作一个参数来添加 然后这有一个方向 在方向这 我们可以选动一个return 表示它是个返回值 就可以了 但我们这还可以有什么 out和inout 特别是out这种 是不是我们可以传入out传参 对吧 out的参数 就是以我们的 学个donate都知道 是我们的引用参数 好 反回值 ok了 我们点 确定 对了 我反回值是不是忘了 选类型 反回值忘了选类型 反回值不尔吧 true or false 这个意思 好 那么 这整个过程都搞定了之后呢 我们还缺一个 就现在我们是不是最最简单的一个类 我们今晚就形成了 但是 我们是不是缺了一个作用域 它到底是public 这个时候我们 它就用啥了 这个在我们类图是有用的 在我们类图有用的 public 还protected 还private等等 对不对 好 比方说 我要把同样的我们这个方法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比方我把这个add user这个方法 我给他定义 他的visibility 是一个private的私有方法 或者是受保护的方法 或者是package package就表示 只能这个包可以访问 只能这个包可以访问 受保护的方法 你看前面符号是不是变了 所以 至此 我就给大家介绍了 介绍了他的类的最最基本的 对这个类本身的一个定义方法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在手画的时候 一定要会手画 我们的类是分为 横向分为三块 是这样子给他 用横向的线条分为三块 上面是名称 类的名称classname 这边是什么呢 是他的attribute的属性 这边是operation方法 注意一点 名称用黑体 当然你手画的时候 就不讲这个黑体了 那么 在属性和方法之后 属性是怎么写呢 先是属性名 先是public这样的一个修士词 先是属性名吧 先是hname 冒号 类型 type 后面跟上等号 是他的什么 初始值 initial value 明白吧 这个写法一定要会 那么实际上这个语法 你学过derfit就知道 derfit本身 在写方法的时候 写都是这样写的 只不过现在我们点在头加碗 都是怎么写啊 都是把这个类型写到前面去了 以前的第二辈的老写法 就这么写的 好 我们方法类似 用方法名 后面跟上参数的名称 冒号 类型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参数要给他一个初始值 怎么办 比方说这个 Uder name 需要我们要给他一个初始值 该怎么办 直接在这个stream后面加等号 初始值 明白吧 各个参数之间用逗号来分割 最后冒号是返回值的类型 现在我边讲可以在手里去画一下 那么注意 他有 有这样的一个scoop 就作用预范围的这样几个修士服 public用加号 private用减号 私有的 protected用紧号 受保护的 package 用波浪号 这些都是要求要死记住的 你手画的时候 你手画的时候要画得出来 好 那么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对象 我们就给他定义完了 那么下面 我给他介绍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里面的一些这些方法 这个是针对这个工具的 那么当我们这个类 它是一个抽象类的时候 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就通过这儿来点动 就可以表示它是个抽象类 看一下发生什么变化 yes 这个名字用斜体的时候 就是抽象类 也就是大家手画的时候也是如此 这个地方 这个没什么作用 isroot 表示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根类 你看 这个解释 就好像我们树状结构 我们的类结构 是不是一个树状结构 isroot 就表示它是上面的根类 明白了吧 isleaf 表示它是一个叶类 什么叫叶类呢 就是它最末的一个分支 叫leaf 这样就行了 就表示它下面 不再有子类了 你可以用它点中 但是 实际上在这儿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在图形上 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这个只是 这个工具用的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太在乎 不用它 或者不会它 没有关系 ok 那么就这样子 我们对这个类的本身 我们就基本上了解清楚了 好 那么类我们会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接口 比方说 我定一个user manager interface 这样的一个接口 用户管理 这接口怎么画呢 大家看 画一个圈圈 下来加个名字 画个圈圈下来加 那你说接口里头也有方法 也有属性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一样 我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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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啊 我在删除的时候 我传的餐 应该是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很有可能 我传一个user对象进去 对不对 我传个user这个对象的实力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怎么定义 user 在type里面 我们又在这找 只有这四种基本类型 那怎么办呢 简单 我们在上面找 找到user 确定 你看 你看 然后close掉 OK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了 这一点 它有一点不一样 它跟我们class有点不一样 就它不表现出来 但是大家手画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它下面去画 就加一条横线 直接在下头去画 它不表现出来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 所以其实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真正手画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它更好的表现 什么办法呢 同样是接口 我这 我去分一下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用来画接口 我们接口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怎么表现呢 大家在这里画一个类 接口也是类 在我们UML里 XXX 我们在这儿不是传了一个方法吗 Delete User 这里头传一个User 传一个User对象 它类型直接就User 看到没有 它就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对吧 那么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做 你看 我们在这个 Stereotype里面 找一下 它这儿不全 它这儿不全 没有关系 我们直接输吧 看一下 这个其实也是标准接口的表现方式 明白吧 所以 第二个Type是非常有用的 实际上包括你后面的枚举 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 这个是枚举 你看 出来就是这种方式 对不对 实际上还是个类 还是个类 所以知道我们的类 在我们UML里头 接口和类是一样的 接口和类是一样的 所以你用这两种方式去表示 都没有错 那么 我们在学类图的时候 到时候我的要求是什么 你画出来这些类 它是反向工程程代码 你是非常清晰的 我要求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类图 比其他任何一张图 都要画得严谨 都要画得严谨 那么 就拿这个接口来说 我现在已经传入了 已经传入了 对吧 那么下面 我是不是应该 再去用一个类去实现它 对吧 我们应该再画一个类 去实现它 这个类 比方说就是我们的 User Manager Manage这个类 我要让它去实现它 那么实现的话 我们后面会用一条线 就在下面去找 哪个项目实现 是不是realization 应该从哪边画像 哪边呢 我们说这个类 实现这个接口 Yes 这样子去画 但这点 这个工具又不好了 对 这个工具又不好了 本来手画的时候 手画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样子 画出来 应该是这样子 一个虚线 加一个空箭头 但这个工具 搞出来是这个样子了 这点 看 很讨厌 很讨厌 但是 你去指向 这样的一个接口形式 它又表现出来了 你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所以说 一般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考虑 用这种方式去定义接口 在手画的时候 好 我就先介绍一下 class和interface 这两个类吧 就这两个 这两个对象 那么下面 我要跟大家去介绍 是什么呢 我们一点点来学习 物球打得扎实一点 我说了 类是我们这些图里头 最严谨的一个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种表现 形式完成了之后 是应该可以 对应到代码的 对不对 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 我们生成的代码 是否如我们所想 好 这准确 应该说合格的 院卖工具 都应该支持代码的 正向生成和反向生成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这个工具 应该也有 我们去找一下 找上它 ture 你要生成哪个代码呢 加吧 好 加吧 生成 扣的 找一下 在哪个文件夹下面的 比方我们这个是在 哪个文件夹下面 就在分析文件夹下面 下一步 你看他就把里面 我们这个图里面 用的这些对象 是不是就列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分 就生成优点和这个接口吧 就这两个吧 好 生成到桌面 这里他有几个选项 生成选项 他问 是不是要生成 没有命名的关系 association 没有命名的 这后面我们会讲的 现在先不管它 嗯 还有什么打开 是不是要用一个新行 来画这个左边 这个肩扣号 这个画扣号 是不是要插入一个tab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很细节的 是不是要生成 加吧 对吧 这个我们就默认就行了 不管它 好 生成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桌面有没有 还真有 打开看一下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 User这个类 里头有一个属性 叫UserName 对吧 有一个方法叫 AddUser 它的返回值是 布尔值 你看它就按照 我们的代码形式 形成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疑惑 就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想的 应该是它会在这 它不应该这样子写 我们原来想的 它应该是 按照我们的 我们自己手敲属性 它应该这样子 对不对 应该这样子 然后在下面 再建立一个 GetUserName 对吧 用这种方式 还有 Set SetUserName 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方式 是吧 我们原先想的是 它的属性 应该这样子 匹配的 搭队来 来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是跟它的 这个 生成时候的 这个模板有关系 就是这种 不同的工具 它的模板 是有关系的 当大家下来去 生成的时候 你比方我 想生成C下 我点这个 它会提示 OK 你还没有去配置 C下部的这个 profile 你没有去包含进来 你怎么去包含呢 它这里说 在 OK 我们下期再见